记者年乡晚台北报道,吴奇隆近年多在中国拍戏,久未在台露面,经他一身轻便,戴着黑框眼镜反台出席OTT娱乐自治剧发布会,他与老婆刘世诗结婚两年多,至今人未传出怀孕写训,经他在被问生死话题,笑喊夫妻俩都在忙工作,等有时间再生,两人也常趁空档见面,维系感情,我忙他陪, 他忙我陪,老婆主演电影也会包场请亲友看,相当宠妻,他先前曾传一口气砸台币一,九亿,买下新装四户豪宅,经他被问致产,装傻教会,我有很多房子,也不知谁买的,其实我生活很简单的,为给正面回应,他表示,看到好友林心如在台拍摄多部台剧,也让他相当佩服,会向他讨教讨教, 台湾与中国拍戏方式的确大有不同,台湾有创意和认真等特质,我希望能回来支持本土戏剧,未来也不排除以任何形式回台作戏, OTT娱乐则表示,无奇龙芒拍戏,但街道邀约爽快答应友情站台,但因行程卡惊醒,敲出席日期就花了不少时间,今夜仅接受电子媒体访问,就快闪离开。 OTT娱乐今夜宣布制播四党自制剧,明年3月起先播出李国义,谢新颖,昆达等人主演的1006个房客,之后郭书瑶,曹又宁,王伯杰,人际关系事务所,刘以豪,陈婷妮仲菜女神,卡思卫, 定的重婚大作战,也将接续上档,在台市,东森,爱奇艺台湾站联合播映,OTT自制剧发布会,吴奇龙,记者胡顺祥社,OTT自制剧发布会,吴奇龙,中,与1006个房客演员合影,记者胡顺祥社,OTT自制剧发布会,吴奇龙,左三,记者胡顺祥社,OTT自制剧发布会, 1006的房客演员李国义,左起,谢新颖,谢昆达,记者胡顺祥社